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演出的迷你剧场是不要不要 相信在场的家长们对于这句话并不陌生 当孩子说出不要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又很困扰呢 让我们跟着Oli小朋友来看看不要的一天吧 Oli今年四岁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 Oli和妈咪一起待在家里 Oli吃饭咯午餐时间到了 我不要我不想吃饭 我想吃饼干蛋糕跟糖果 Oli妈妈知道你很想吃饼干蛋糕糖果 但是现在是午餐时间 吃健康营养的食物对身体才好 也不容易有蛀牙哦 妈咪是说蛀牙虫虫还有病毒虫虫吗 对呀蛀牙虫虫跟病毒虫虫都很喜欢吃甜食哦 我我最不喜欢虫虫了 虫虫好可怕哦 我才不要虫虫来找我 Oli如果不想要虫虫来找你 是不是该吃点健康的食物 防止虫虫找上你呢 好的妈妈 我想要吃饭了 你看妈妈煮了你爱吃的 我最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了 吃完饭我们休息一下 妈妈下午带你去亲自馆玩好吗 好我好喜欢跟妈妈去亲自馆玩哦 吃饱饭休息一下之后 妈妈跟Oli一起散步来到了亲自馆 妈妈跟Oli一起量体温 登记资料 接着放好包包跟水壶 拖鞋子 之后来到了游戏区门口 准备入场前消毒一下双手 妹妹我们来喷手手消毒一下哦 我不要消毒 老师帮我们的手喷喷消毒液 搓搓手 细菌病毒不要来 这样才可以进去游戏区里面玩玩具哦 好吧 那我要妈妈帮我搓手说 嗯 妈妈先把双手搓一搓 也帮Oli的双手搓一搓 好的 可以进来游戏区玩咯 到了游戏区里面 Oli开心的这边玩玩 哪边玩玩 这个时候 好多玩具都散落在地板上 Oli 你想玩这个玩具是吗 对 我想玩这个 那Oli要先把刚刚玩的玩具收到盒子里放回他的家啊 我不要 我不要收玩具 这时 一位爷爷走了过来 差点跌倒 哎呦 谁把玩具撒得满地 爷爷爷 不好意思 是我们家小朋友玩的 您还好吗 没事没事 记得要收好玩具啊 Oli 玩具如果没有放好的话 是不是很危险呢 嗯 我知道了 玩具不玩了要收好 要放回玩具的家 爷爷 对不起 孩子 玩具不玩了就要收拾好 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Oli很认真的开始将地上的玩具一一收拾好 并放回原本的地方 收好玩具之后 Oli看到了其他小朋友在玩车车 Oli也好想玩哦 于是他跑了过去 将小朋友手上的车车抢了过来 小朋友大哭了起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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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li 你很想玩这台车车对吗 对 我想玩 我想玩 我知道 但是Oli 这台车车是这位小朋友在玩的 如果你想玩 你可以问小朋友想不想跟你玩 如果小朋友不想 那你可以等他玩完了 再换你 Oli 你刚刚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因为你拿了小朋友手上的车车 他很难过 请你把车车还给他吧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想要玩这台车车 嗯 没关系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车车吗 我这里还有一台车车 这台可以先借你玩哦 Oli开心的笑了 跟小朋友一起玩车车 好快乐呀 小朋友们 经过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Oli不仅知道了要好好吃饭 也学到了收拾玩具 以及如何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玩具 是不是很棒呢